视频中这个浑身雀黑的胖子 虽然蓬头垢面跟个流浪汉一样 但他却被称为修车界的大佬 和修车界的红金宝 凭借一副憨厚可爱的形象 干活玛丽勤快 成为了很多网友心中三观很正的男人 因为他不偷不抢 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却挣着最干净的钱 他仅仅是个零零厚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零零厚小胖 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 今天小李带大家走进 零零厚小胖的修车之路 自媒体轮胎哥 别人都叫他小胖 今年才19岁 来自湖南少阳 虽然每天光着膀子 浑身都是气修留下的黑色污垢 但他却是修车行里的有名学徒 每天起早贪黑 干着最脏最累的活 一直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别看他才19岁 那力气也是实打实的大 白金轮胎就被他轻易掀翻 每天跟着各位师傅们 爬高上提钻车底 各种维修技能零不进构造 他都学得非常认真 不管风里雨里 只要接到维修工作 哪怕是冒雨也要完成任务 这样工作的精神 才是最美的男人 小胖干活从不偷懒 只要有人来修车 他便光着膀子不叫一声苦于泪 专注在修车的工作中 也许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 只能做这些体力工作 来换取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 当然了 在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中 每天都是拆卸轮胎 维修大车零部件 这些都是重量火 干完一天非常的累 偶尔小胖得到空闲可以休息 他便跟老板的孩子一起玩耍 累了困了就随便找个地方 憨憨入睡 这么大的工作量 那小胖的饭量必定很惊人 别人小碗吃饭 小胖则是用大盆吃得特别多 正所谓吃碗有力气 吃得多就干得多 小胖也秉承着这一点 吃饱喝足干且活来才不会感觉太累 有时间会跟其他一起工作的朋友 打打闹闹开开心心 可以把一天的疲惫和烦躁扫荡一空 大家可以看到小胖经常干活不穿上衣 让那些黑乎乎的油渍沾满全身 其实这样是不好的 因为这些油渍都有较强的腐蚀性 会渗透小胖的皮肤 对以后的身体不好 但是小胖不穿衣服是觉得 每次穿上后还是会弄得全身脏兮兮的 衣服洗不干净就得扔掉 还不如不穿 干完活洗个澡就完事了 到如今 小胖被自媒体推上了热搜 也彻底地爆火了 但也迎来了很多褒贬不一的议论 有人觉得 小胖很好干着最脏的活 挣着最干净的钱 也有人觉得 小胖这个人没文化 成天把自己搞得拉里拉搭 懒惰的啥都不收拾 衣服也不洗 不值得成为公众学习的榜样 对此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弹幕来讨论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请长按大拇指点赞关注我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李老道说 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